用一个词形容今天,恐怕要用火热了,不仅是外气温高,海宁这个新近网红小镇,更是活力四射,那便是斜桥镇了。 今天下午,斜桥镇新时代文明实践点斜桥黄酒厂广场上,小镇突然间就涌来三百多号人。 一打听,大家都说准备玩穿越,怎么穿法?特别好奇?那就一起去看看吧!集结咯! 下午一点半,在老斜桥镇镇的黄酒厂广场闲,简直人生领费啊,大家都统一穿着橙色,黄色马甲,总共三百余人。 原来,这是由斜桥镇联合海宁日报,举办寻梦情缘,穿越斜桥古镇之旅,目的是让更多市民朋友走进斜桥,看一看,走一走这座历史悠久却焕发心机的古镇。 随着徐梦奇缘穿越古镇之旅正式启动,齐聚在一起的人群瞬间分散开来。 快!快!快!大家拿着地图快速跑动起来。 本次活动,参赛者需要完成两大任务。 一任务一,找寻十六个隐藏点合影。 下图就是我们今天的活动区域范围图了。 点击可看大图,今天的第一个任务,就是要找寻地图上的十六个隐藏点,并与之合影。 那么究竟是哪十六个点呢? 报解给大家揭秘。 隐藏点一,这个隐藏点,就位于斜桥九文化馆里。 因为距离启动点最近,这个隐藏点,成为不少参与者最先打卡的地方。 三、二、一、茄子。 一张张笑脸,定格在隐藏点之一的九场雕塑前。 隐藏点二,这个隐藏点,位于民俗手工艺馆中。 隐藏点三,这个场景隐藏在雪桥历史记艺馆中。 今天也有很多人打了卡。 隐藏点四。 隐藏点五。 看到这块白墙,东街到了,东街就在洛塘河边哦。 东街是一条老街,曾经繁华一时,随着旧时的记忆,斜桥镇打造了一批非物质文化馆,好多都在这条街上。 隐藏点七。 斜桥榨菜,斜桥一张精明片,许多海宁人外出旅行或公差,都会随身携带几包榨菜,这是故乡的味道啊。 斜桥站,虽然站点已取消了,但是这个号车大厅后面,就是护航线轨道,每天火车轰隆声,依然不绝。 隐藏点九。 历史的留存,古老的东西总能唤起美好回忆。 隐藏点十。 一条小隧道,飞机动车依然可以通行,不知道穿过这条隧道,是否有种穿越感呢? 斜桥蔬菜场,当年在斜桥镇,也是颇有色量的一家厂,好多镇上的居民都在厂里工作就在洛塘河边。 隐藏点十二。 隐藏点十三。 斜桥的由来,看看这里就知道了。 隐藏点十四。 位于新弄街的斜桥电影院,真想再看一回红胡赤卫队,闪闪的红星啊。 别小瞧新弄街,曾经最繁华的街道,百货,电影院,银行,密布在百米的街道两旁。 老斜桥与影迹一道,六七十年代,排队长的时候要排到街口,如今依稀还能看到被红色油漆填满的售票窗口。 隐藏点十五。 斜桥皮影,十名海内外了吧。 修气一新的老屋,焕发了生机。 二任务二,完成五个传统游戏。 寻找十六个隐藏点的同时,还有第二个任务在进行,需要参与的人在挑战点挑战点也分散在三个颜色的圈圈里,完成踢剑子,打弹弓,套圈,截至利扣和跳绳五个项目。 每个游戏都需要三人组队,一起来看看大家的完成程度如何吧。 踢剑子的游戏规则,为两人相距两米而立,踢送剑子,一人踢一次即一分。 在踢剑子游戏打卡处,有一家三口正在参加油戏,先是爸妈上阵,无奈爸爸技术太差被妈妈嫌弃,换儿子上场,和妈妈对踢了两个,一家人齐乐融融拿翻数。 看起来还挺有难度的呢。 打弹弓的游戏规则为,一共五发子弹,根据击中数目计分。 在打弹弓游戏现场,新海宁人为亮认真的瞄准发射,最终得到了五票圈和一张介绍信。 组织的这次活动,我觉得对我来说很有意义,平时在工厂上班没有好好逛过斜桥, 现在能有一个机会,让我了解到斜桥的文化,让我看到一个古色古香的斜桥小镇。 沿着老街往西走去,不少人正在聚精会神进行套圈活动。 套圈的游戏规则为,各小组拥有五个圈,根据套到的分数给分或给礼物。 来自斜桥镇三连村徐灵亚和朋友正在玩套圈,看着钟子上面标着的食物十分兴奋。 最终,他朋友用三个圈套中了一份例子。 在米谷故居内,解智利扣正在进行。 解智利扣的游戏规则为,三分钟内根据完成的解锁分数,相加获得票选或介绍信。 在老火车站门前,不少人正在进行跳绳游戏。 跳绳的游戏规则为,两人共跳一绳,不可断,需要两人合跳三十五个才能通过。 来自庆云村的庄玉平和高洪轩,凭借默契度,很快就完成了任务。 据他们说,自己很少来古镇玩。 这次活动就当旅游了。 他们表示活动结束之后,想好好仔细逛逛古镇。 完成这两个任务,就能即可获得粮票、布票等道具。 粮票可以在民俗寄一点兑换等价每十一份。 布票则可以兑换等价手工物品一件。 活动进行一个半小时之后,大部分人已经完成任务,开始用自己赚来的粮票、布票,兑换各种美食和手工艺品。 当然,期间也有一些人正在忙碌奔跑,寻找最后遗漏的隐藏点。 本次活动,我们还进行了线上直播。 1.9万人次在线观看。 看完了趣味好玩的游戏。 爆姐今天就要给大家好好说说邪桥。 这可是海明新近网红。 一个宝藏古镇哦。 今天的活动主题定为穿越,其实里面是深藏内涵的哦。 这与邪桥的规划定位。 城西产城融合新城,历史文化水箱古镇有关。 其中的古与新,就是当下邪桥发展最核心的两个关键字。 驱人驱鲁摇取港,携风携雨过邪桥。 这是邪桥人口耳相传的顺口溜。 也是邪桥桥名的由来。 邪桥小镇上有东街、中街、西街。 三条街沿着古镇的母亲和洛塘河而建。 贯穿东西。 红桥、邪桥、丽桥。 三座桥静静地横躺着。 每一个行走在小镇街向弄堂的游客。 小桥、流水、人家,一幅的诗意画卷跃然而来。 在老邪桥集镇。 我们都会被这悠久的水箱文化所深深吸引。 也总能感受到离开车水马龙繁华都市的那份静谧。 如果说古是水箱古镇的历史人文积淀。 那么新就是极致内涵的丰富提升。 随着邪桥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完成。 叠变新生的邪桥摇身成为网红小镇。 从去年开始。 邪桥镇重点打造了六个非移文化展示馆。 实现古镇有西运。 新镇有古运。 穿过斜桥的桥洞,继续往西走。 我们路过一家小卖部,约莫十米的样子。 抬头便望见西街十四号的蓝色门牌。 这里是漫画家米古的故居。 旧时,大户人家进门都要迈过三道门。 大厅左转,嘎吱作响的木质楼梯,蜿蜒通向二楼。 木质的扶手散发着古朴的香气。 阳光透过窗帘照射进来,倒映出斑驳的影子。 朱书珍、钱君陶、钱静堂这里介绍了五十多位邪桥的历史名人。 从他们的生平到后世影响。 连接着邪桥和绿桥,东西走向的是中街。 邪桥往东到了西梦街。 街口往北眺望,不远处就是邪桥皮影戏馆。 进入馆内,长板凳排列整齐,皮影戏舞台,还有一个小小的活动室。 这里有皮影戏飞移传承人前来表演,还能看到邪桥镇中心小学学生好学的目光。 传承文化得从娃娃抓起。 皮影戏馆的馆长张英说道。 花间一壶酒,独着无相亲。 心情好不好,都喜欢来点小酒,配点蚕豆。 当作下酒菜,邪桥是酿酒之乡。 本土有两种酒亭有名气。 一是黄酒,甚至现在很多人家里都用邪桥黄酒,用作作菜的料酒。 二是五十度的白酒。 漫步在邪桥工人路往东,空气中弥漫着纯纯的酒香气息,酒文化展示馆门口,释放到青铜器的绝酒杯。 这个展示馆,是斜桥酒厂的仓库改建而来。 临边的酒厂还在生产,透过铁栅栏,隐隐望见远处的酒坛堆去成衫。 酿酒的老师傅穿着蓝大褂,走出厂门,在离厂门二三十米处,蹲下身吸起烟来。 酒文化展示馆里,八仙桌,长板凳,角落里,放置着大大小小的酒坛和酿酒的工具,酒香文化迎面袭来。 绕过青砖墙,抱姐看到三个铜软正在酿酒。 老话说,酒香不怕巷子深,酿酒靠真功夫,斜桥酿酒有剂米,蒸饭,落缸,发酵,压榨,煎酒,风坛,沉住八个工序,每个环节都有逆方,环环相扣。 历史记忆馆位于张和尚故居,张和尚本名张炳南,是斜桥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。 看顾居东面的建筑就知道,最早斜桥南面的老房子,一半在路面上,一半泡在水上,这叫水阁房,推窗而望就是洛塘河。 历史记忆馆的台匾,还是原汁原味百年前的样子,馆内,收集了从民国时期到建国后期老百姓的生活用具。 斩乘,油灯,收音机,录音机,缝纫机,陶瓷盆,如今罕见的物件,被搜罗至此的陈列展出。 或许,你还能从这里找到你儿时的记忆。 斜桥火车站是护航铁路线上的一个站点,在斜桥镇镇北的人民路上,始建于1909年。 这座一百多年前英国人建造的车站,灰色和红色的砖头,经过了风雨的洗礼,还是显得很有精气神。 经过保护和改造,里面陈列着护航铁路的百年发展史。 车站外的护航线铁路,火车鸣笛,依旧忙碌。 火车站工作人员办公,售票,后车室都在一起,一直到2004年8份,斜桥站停运,斜桥站人气就弱了。 现在,斜桥站同时被打造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,车站东边的碉堡是日军建造的,庄严地站立着,似乎在讲述着那些可歌可泣的过往。 经过休憩,老战又焕发出新的火力。 小人端午节要戴虎头帽,穿老虎衫,挂香囊挂剑。 家里的灶台要画灶画,抓黄扇就自编一个黄扇楼。 过年捏一个面人凑凑热闹现在,我们生活中可能很难见到这些老手艺物件了。 从原来斜桥镇农记中心,到现在的民俗手工艺展示馆,这些民间工艺品,终有了展现自我的地方。 如今,小镇古运游存。 繁华更甚往昔。 趁着周末天气好。